美国总统拜登2月7日发表国情咨文 就美国经济、两党合作、俄乌战争和美中关系等议题发表言论 拜登此次的国情咨文侧重美国内政及经济 呼吁共和党人应和他携手团结美国人重建美国经济 对于美国债务违约问题 拜登也承诺不会容许美国献此境地 希望国会提高债务上限 他承认美国的税制并不公平扬言税务改革 他说 根据他的计划 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者没有人要多缴一分钱的税 同时也要保护社会安全福利 降低民众健保支出 此外 拜登还在演讲中宣布了一项新标准 要求联邦项目中使用的所有建筑材料都在美国制造 针对中美关系 他说 我们寻求竞争而不是冲突 拜登的讲话涉及到了美国上星期击落中国侦察气球的事件 他说 如果中国威胁我们的主权 我们将采取行动 在当天的国情咨文会议上 在蒙特利公园市大规模枪击案中勇敢夺枪的26岁华裔青年 蔡班达获邀出席并获得全场起立鼓掌 拜登也在就枪支暴力发表演讲时表彰了他的英勇行为 拜登还向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被警察殴打后死亡的 泰尔尼克尔斯的父母致敬 并呼吁对警务进行改革 加州抵押贷款救助计划再次扩大范围 希望帮助更多的在大流行期间拖欠还款的房主 计划官员2月7日宣布 援助将扩大到三个新的群体 抵押贷款有部分索赔或延期的房主 2022年6月后错过第二次抵押贷款付款的房主 主要住宅最多包括四个单元的房主 收入不超过本县收入中位数150%的家庭 如果遭遇与大流行相关的经济困难 就有资格获得最高8万美元的逾期抵押贷款还款 最高2万美元的漏脚房产税 房主如果在2023年3月1日之前错过了至少两次抵押贷款付款 或一次房产税付款就有资格获得援助 而已经获得帮助的加州房主如果错过了更多的还款 仍然有资格申请更多 最近发生了几起大规模致命枪案后 洛杉矶县政委员会2月7日投票通过了加强枪支管制的动议 其中一项规定表示 禁止在洛杉矶县的非合并地区销售0.50口径或以上的枪支或弹药 并禁止在公园等县财产中携带枪支 该委员会还呼吁区域规划部制定一项法令 在枪支销售商和儿童敏感地带之间设置1000英尺的缓冲区 并要求财政部长和税务官准备关于营业执照的最终修正案 以加强对该县非建制地区枪支和弹药经销商的监管 该委员会还投票支持加州民主党参议员戴安·范斯坦的提议 恢复为期10年的全美突击步枪禁令 将购买攻击性武器的最低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 并禁止销售、转让、制造和进口军用攻击性武器 大容量弹侠和其他大容量供弹装置 以及加强隐藏协枪法的管制 要求获得联邦许可的枪支经销商 完成加州司法部提供的年度培训 另外,委员会还要求起草一项法令 要求所有私人拥有的枪支都要妥善保管 并要求为枪支拥有者投保责任保险 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之间的跨境旅行 2月6日起全面通关 所有出入境口岸重开,不设人数限制 不需要预约 前7天如无境外游 出入境时无需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随着内地居民赴香港澳门团队旅游经营活动恢复 澳门旅游局6日上午9时10分 在恒秦口岸澳门口岸区举行欢迎仪式 迎接疫情以来的陆路首发团 截至本月5日 当局的旅游团资助计划申请系统显示 本周有15个内地旅行团来澳 共计400多人 内地与港澳全面通关 令市场释放出积极乐观的情绪 中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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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